哈喽大家好,又到了大家最爱的娱乐时间了,快来看看本期都有什么内容吧 1.亲女三已经偷偷成团了 青春有你三最近被叫婷录制,爱奇艺高层也被请去喝茶了 而且据传还有鹅掌和哇唧唧哇 至于网传的青春有你三成团名单 有的是增热度的,不说顾不上,就是也不敢偷偷顶峰作案 而且爱奇艺现在那边一团乱 决赛业,叫停损失惨重,很多人都在互相推诿 而且广告赞助商那边也要求赔偿违约金 这几个视频平台除了芒果TV,基本都是亏本的 芒果那边是因为有自制剧和综艺,所以才能盈利 合唱家大业,大光游戏部门就使天价流水精彰 自然也养得起,但桃和库那边就有点紧缩了 至于网传的青春有你三成团名单,大家看看就行了 只能说这是爱奇艺的小心思,但能不能成行还得看上面结果 而且,受到这次风波的影响,还有隔壁,有网友爆料说 前几季选秀也会被调查,以后应该会大幅度整改 说不定取消选秀也是有可能的 2.玉龙真的磨盖了吗? 最近仙侠古偶剧《玉龙》开播了,目前《迪丽热巴》也在社交平台给玉龙宣传 因为热巴与朱旭丹同公司一直关系也不错 还有家行的其他艺人杨幂等 这部戏原来是晨光飞上火的一款游戏 因为热度颇高,所以就拍成了电视剧 主要内容就是男女主四生四世的虐恋 上线的几集目前为止,剧情还算不错,特效也还行 女主朱旭丹,这两年一直是家行传媒立榜的艺人 最早受到关注就是《三双三世十里导花》里的反派《玉女一绝》 后来还拍了金庸武侠翻拍剧《倚天屠龙记》 也算是观众看好的《带爆小花》 不过有网友表示,玉龙一丝磨盖了 因为原有陷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男女主背了 现在迹象表明,后期剧本已经天立援助 而且结局也弄成何家欢了 去年的时候原作者就曾站出来表示 自己看剧本时发现,剧版《龙王大人的人设》与游戏有很大出入 不过现在就是不知道剧方最后怎么拍的了 只能待完全看到成品,大家又看了新上线的几集 快来聊聊你的感受吧,评论区等你哦 三,丽露修录制了《快乐大本营》 创造一次可以说丽露修是彻底出圈了 还承担了节目接近一半的热度 开心下班的丽老师也是肉眼可见的开心 还开启了全国巡演的散步 基本每天都在热搜榜挂着 一路从北京站、南京站、重庆站 现在开启了散步第四站长德站 如此之大的热度自然也有源源不断的商务上门 目前,丽露修手里有一本杂志封面要拍 而且,还要参加快乐大本营 果然这也是快本一直的传统 成团的那几位目前前景还不明朗 有消息的两档综艺 现在因为选秀的事情已经被波及 节目组也不敢冒着风险 所以现在势力露修的发展更好 四,赵丽颖下部戏 目前赵丽颖这个月没有太多工作安排 就是一些广告拍摄 需要做一段时间空中飞人 至于粉丝关心的下部戏 各方面类型都有在接触 粉丝也都知道现在工作室的口风很紧 要不是不知道,要不就是不能说 小二只能说现在接触的电影、电视剧都有 而且腾讯代言人都需要给额 拍一部古偶剧 赵丽颖那边也是如此 不过粉丝放心 剧本会好好挑的 班底也是 肯定不会像邮飞一样了 接下来赵丽颖还有一本杂志的方面 七月份的佳人 而且也有一部电影 双方都有一项 已经差不多了 大家都等消息吧 快了 五、吴亦凡赛场下黑手 吴亦凡在赛场上的碰撞事故纯属意外 没有下黑手之类的阴谋论 对于仲裁结果 吴亦凡那边也表示全然接受 采访时也表示了歉意 吴亦凡一直以来都挺喜欢赛车 这次也是把兴趣做到了相当漂亮的程度 之前为了赛车训练 以及不耽误自己参加比赛 他还推掉了一个开价很高的综艺 目前看来也是很值得 这段时间吴亦凡的团队也有在帮他接触一些影视作品 他本人也很想早日凭借作品打入影视圈 杨幣手上有一部古偶 男主飞旋有吴亦凡 他的团队也很想拿下这个项目 之前他团队被扒出来的那个宣传总监 现在也在调查期 因为他的工作团队招聘方式基本是内推 审查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被发之后团队全部重新审查 如果确认是商业间谍的话 那就有好戏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